唐代才女薛涛 误入风尘 却也从容 他从不应无人在意 自亲自尽 别有一种风链 薛涛四十一岁 他对这段感情 是投入的 怎么就看不破 你这副丝管面孔了 只是诗文有在 才子多情 今天我们要说的 是一段全情投入的爱恋 一个勇敢说再见的故事 薛娘子来了 托薛娘子的福 咱这桃花色的书间 是大受欢迎啊 这一批啊 颜色染得更好了 是该换换颜色 这 咱这桃花色刚调制出不久 怎么突然要换颜色啊 书间随心而变 这桃花色过于缠绵了 那薛娘子 您要换什么颜色啊 薛涛是唐朝四大女诗人之一 此时 四十一岁的薛涛 正处在异地恋中 她的爱人 是写下曾经沧海南维水 除却乌山不是云的 唐朝大诗人 袁枕 薛涛十六岁时 因父亲过世 家境败落 沦为歌迹 却凭借卓的才华 诗名远播 被称为文妖 唐朝诗人王剑 曾写诗赞美薛涛 扫梅才子之多少 管领春风总不如 公元八零六年 薛涛与袁枕相遇 两人因才华而吸引 共同度过了一段 甜蜜的日子 后来 袁枕到外地做官 薛涛坚持写诗迹给她 薛涛偏爱短剧 市面上买回来的纸张太大 显得莽撞 薛涛子 她将纸裁成一枚枚小巧的书间 书间单一 不好看 没情调 书间更有约会 她找来工匠 一起研发乙花染纸的方法 不错 制作出了一种短小的彩色信件 锋里一时 人称薛涛茧 桃花色是最受欢迎的颜色 可薛涛却另有了想法 来 薛涛茧 来 薛涛子 我尝 这是 马尾松开的花 松花 哦 我才知道这松树也会开花 不过这颜色嘛 哪里比得上牡丹之雍容 芙蓉之艳丽 甚至还有点平平无奇了 血娘子说笑了 只要血娘子喜欢 不过这颜色 清如松花 落金粉 她从不应无人在意 自轻自荐 别有一种风流 最符合我现在的心情 阿翁可愿一试 想发展出这松花黄 但凭薛娘子差遣 黄色 在中国人的眼中 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 黄色在中国人中的地位 是非常高的 首先它是大地的颜色 在天旋地黄里 它就有位置 然后在五行的空间里 它属中 黄色本身它明度比较高 比较轻盈 比较透亮 等级最高的 它就跟黄金 就连在一起了 所以黄色对于中国人来说 是有一种 天生地认为 它是一个贵重颜色 松花黄 就是黄色系中的一种颜色 松花黄已经是一个色名 是一种黄 它就带有某种含蓄性 那么含蓄的色彩 又是中国古人里面 特别推崇的颜色 所以 就是所谓的松花黄 这个颜色 特别在用于某种 叶质的时候 比如丝绸 比如说杏铅 它就有特殊的含义了 在唐代的中医典籍 新修本草中 有这样一段话 松花即松黄 拂取正死蒲黄 作为两位中药 松黄与蒲黄的颜色 十分相近 它透着一种温暖 踏实平和的感觉 远离了威严与正童 反倒增添了一份 普通人的心许 薛娘子这回又要弄出什么颜色来啊 说是松花的颜色 薛娘子对袁大人用情至深 写情诗都要变换着颜色 真不愧是才女 可是我听说 袁大人风流成性 见一个爱一个 薛娘子 恐怕最终是要伤心的 嘘 别乱说 应该没听到吧 薛娘子来了 我们试验了几种松花的配方 也不知为何 这颜色就是出不来呀 这个太深了 这个又太淡了 这个过于明亮 这说来也奇怪 花本身就是那种颜色 怎么就调不出来呢 阿翁 会不会我们从最初就错了呢 最初 什么意思啊 看看我的桃花间和你的有何不同 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拿紧张 拿近点看看 这味道是 杏花香 这桃花间为何要熏杏花香呀 谁说桃花间一定要熏成桃花香呀 想要染出这松花黄 想要染出这松花黄 未必一定要用松花呀 古人染黄 古人染黄有两种方法 古人染黄有两种方法 那就是非常浓艳的颜色 那么还有一种是 叫草木染 它来自于草木的这种植物性的 这种材料 把它变成色料 然后再染 所有草木染的颜色 艳度都会偏低一些 薛涛所在的唐代 并未流传下来 松花黄的调制方法 在明代屠龙所写的 生活艺术著作 《考盘于世》中 有一段 造松花间的文字 做出松花黄 并不是用松花 淮花是瓷法中 最核心的原材料 淮花半生炒煎翅 冷水三碗煎汁 用银母粉一两 樊五前颜细 掀入盆里 将黄枝煎起 用圈滤过 放入盆中搅匀 脱纸以淡为价 来源于其花蕾中含有的黄色色素 然而淮花只是所有黄色染料中的一种 从古籍记载来看 还有淮米 枝子 黄炉 褶木 大黄 玉金 植物染色的植物品种就特别多了 有很多的常见的植物 它都可以去染色 它的壳 它的根 或者它的叶子 就是有各种手段 松花本身第一次被当作染料的记载 是在未经公开的内部书籍《布经》中 所用到的原料除了松花外 另有黄柏 淮米 还加入了钢汁 也就是垫蓝叶 作为青梅的辅助调色 谁说千里假期 已稀休 等我回来 薛娘子 薛娘子 别总想了 听说原相公已妇人洛阳了 你不如过去看看 亲手把书签交给他 一切相思之苦 相传薛涛走过蜀堤万崇山 踏遍半个堂去见新上人 松花间里绵绵情意 更是温暖了圆枕的贬折生涯 只是诗文犹在 才子多情 薛涛的这段感情 终究还是走向了令人遗憾的结局 这薛娘子可真是有才 这桃花间 连我看着都很喜欢 喜欢 喜欢 喜欢我就向她求来给你 这可不妥 这是薛娘子对你的心意 只而已 这天下间的女子 怎么就看着你 看不破你这副丝腕面孔呢 可心 可怠 老郭 大人 可有什么人 薛娘子来了 大人可有看到 不久 薛涛收到了圆枕的一封信 一定是锦江秀里的山水 变换出了项你 和卓文君这样的才能 你我分别后相隔千里 这无尽的思念 就像你庭院中的昌仆花 开得那样茂盛 又或是像天上的祥云 飘得那样高 稍等 番茄稍回回心 我看不见 人到中年 似乎就要波澜不惊 不愿将就 又无力甘力 沉默 就成为最标准的答案 薛涛平静地 结束了这段感情 她一生没有婚嫁 过着丛蒙的日子 据说 薛涛晚年喜好穿一身道袍 我独居清修 万紫千红中 松花是最不起眼的存在 它的周围没有舒展的绿叶 只有一根根坚硬的松针 没有人会在意这样的一种花 但这并不妨碍它的顺开 松花黄 温柔地绽放 平静地收场 我赤诚对待我的阳光 也知道光芒下必有阴影 终归愿我们可以从容地说再见 这就是薛涛的爱情 中招采绿 不迎一拘 鱼发屈局 博颜归目 中招采蓝 不迎一叉 五日为期 这是诗经中的采绿 诗中的绿 蓝 带指的都是染布的植物 充满智慧的古人 在几千年前 就从植物当中提取颜色 染布穿衣 松花黄 是植物染中的流行色 汉代时 女子就已经穿上了松花黄 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 松花色配红色 是经典 亚旦之中带些娇艳 还能衬出 雪白的脸 无论是松花黄 还是其他植物染颜色 都带有一种 别具一格的韵味 草木兰内颜色都以含蓄 给人很好的一种联想 还有悦目有关系 所以草木兰在最近这些年里 特别为人所喜爱 在当代 植物染已经成为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 许多人都在致力于 复原这种古老的工艺 在苏州 荷叶风貌 其中又含有丰富的黄色素 荷叶成为染汁松花黄的首选材料 这个松花黄呢 我们采用的染材 是用新鲜的荷叶 这个季节呢 正好是荷叶的季节 我们呢 就是去荷糖 采摘这个新鲜的荷叶 把它剪小的底部呢 给它熬煮 取汁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打批的这个面料 换进去染出来 就是这个松花黄色 荷叶在植物染中 有着独特的优势 荷叶在我们植物染的 这种染材里面呢 它的色饱和度啊 色劳度啊 都是非常好的 也是我们经常用的一种染材 除了松花黄 植物染可以制作出 许多美丽的传统色彩 像石青啊 松花黄啊 芡红啊 水绿啊 还有一种叫 桂圆黄啊 基本上我们就还 包括那个玄色呀 紫色呀 帝王子啊 我们都能染 大自然馈赠了我们很多很多 我们把它的 这个植物的生命 再延续到我们这些 植物上面 带给我们又实用 又是安全健康 颜色又柔和 又特别自然的那种美 它是化学染是无法比拟的 植物染不仅是在今天的中国 它已经走出国门 在武兰 在纽约 世界各地的工艺博览会展览中 植物染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所欣赏 有一种花在无人知晓处静静绽放 有一种颜色 温暖中 充满力量 这是一种 历经沧桑 看尽冷暖的颜色 不争不强 也不彷徨 它就是人间独一份的美丽 松花黄 清如松花落金粉 浓似台景残碧姬 温柔而有力量 这就是了不起的中国颜色 松花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